在平面上的三个点ABC 试问三角形ABC是否为直角三角形 好那我要知道它是不是直角三角形的话 通常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 第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直角 对不对 那你要看它有没有直角的话呢 又可以怎么看 当然就是画图 但是你要画图就又要看 有的时候你的图画起来是刚好是垂直的 就是直直的这样子 你就知道它是直角啊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图歪歪的 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 所以画图有的时候可以 有的时候是不行的 好那第二个呢 如果是要看直角的方法是什么 对必试定理 好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可是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去算出它的 编长 好你要算出AB算出BC 好要算出AC 然后再去看它有没有符合 对不对 好那在以后的以后的话 可能还会再学到其他的 比如说正弦定理 余弦定理 好那些的啊就是比较后面的地方 如果以后有缘总复习的话 好我们就再一次的讲 因为现在这个讲太多你会觉得好像很复杂 好那就是只是要跟你们说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了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那你就是知道哪一个方便就用哪一个方便 好那再来刚刚讲了你看我这边写一就代表是还有第二嘛 好来第二是什么 我要知道它是不是指角三角形 我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有垂直 好那是不是有垂直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到就是之后会比较常用到就是协律相乘会等于-1 好好来哟 A B 我们这边在讲的是协律 所以我们就不用第一个第一个方法 好但是考试的时候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用协律啊 所以考试的时候哪个方便用哪个 好那我们现在就用协律来讲 好来第一个A B的协律 来 A B的协律3-1-4-1 所以4分之-5 再来A C的协律 0-n-3-1-4-1-4-5 飞律3-3-1-5-1-3-1-4-0-5 0-5-6-1-2-5个号 比较特别的 斜率等于0的是什么 刚刚前面有讲平行x轴的 这个分母是0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垂直x轴的 所以这两个 一个平行x轴一个垂直x轴 平行垂直 所以代表它会是直角 所以它是直角三角形 通常是用斜率相乘等于-1 但是这里没有办法的原因是因为 我其中有一个斜率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存在的斜率如果配上0的斜率 就是一个垂直x轴一个平行x轴 那它一样也是直角 所以呢方法很多种 那就加油咯